烤箱球開工順利 童忠彥家暴又外遇 多了十二天後終於出面 家暴是不可饒恕的錯 千錯萬錯都是我童忠彥一個人的錯 感謝李秀環曾經對我的付出 對他我深感抱歉 他的誠意在哪裡 我看不出來 我覺得他就是在演戲 這太虛偽了 老婆李秀環不領情 前前公布被打成豬頭照片 童忠彥還稱指示拉扯 現在突然大改口 千錯萬錯都是我童忠彥一個人的錯 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 那為什麼上次不承認 因為我來回應好嗎 千錯萬錯都是我一個人的錯 邱主任昨天又說您是他的天 我不再回答關於邱主任所有的事情 你覺得被邱主任欺騙嗎 我不再回答關於邱主任的任何事情 不管是家暴說謊還是外遇邱主任 童忠彥只有不斷跳針 每次一開口嘴角不停顫抖 拿著二月三號求診精神科紀錄 想把一切推給酒精惹的禍 我同仲彥從今後將滴酒不沾 加倍課禁議員問政服務的職責 全心全意贖罪 據瞭解同仲彥已經完成退黨手續 但民進黨中央聲明不管是否自行退黨 一律嚴懲絕不寬待 倒查報告將送本週三中常會 建議做出最嚴厲之處分 那你覺得你還適合再去選下一屆的藝人嗎 加害者的身分勇敢出來 我想這個部分會成為我將來問政的一個重點 同仲彥選二零一八年你還要跟他站臺嗎 我... 不愧是好朋友 柯文哲不向民進黨對同仲彥嚴厲切割 但說謊家暴外遇 北市議員形象大崩壞 同仲彥過去善於炒作話題 這次道歉有幾分真心 還是只算計著挽救政治前途 選民也看在嚴厲 記者吳千俊 陳潤文 新校台北報導